這裡的水車超級乾淨的 無障礙廁所它是全天候開放的 但是一般廁所它已經加了鎖頭了 因為這裡非常熱 所以在等臭豆腐的朋友 很多都是引擎發動的 那我們今天就熄火吹渡車冷氣 順便從太陽能收一點電回來 臭豆腐是經過小中大三種火力去油炸過的 它還加了客家元素 露營區它的露營車怎麼收呢 如果只是車薄的話是600元 但是充電要加350元 這一邊的震板區可以看到非常美麗的山景 哇 舒服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幽靈駕駛 又是美麗的一天 藍天白雲 我們今天準備繼續往南走 往夢想出發 路在先方 夢在心上開始就有希望 追逐夢想不怕受傷 張開你的翅膀 現在就張開翅膀 跟著我們一起往下一站夢想出發 其實沒有目的 我們準備繼續往南了 因為本來想去武林農場避暑的 那裡下雨下整個禮拜 真可惜 我們再規劃下一站吧 現在我們的位子 行進鳳林 我們呢 繼續 花東縱谷 往南走 其實花蓮有非常多客家鄉親 對 每次來到花蓮就好像回到故鄉 好親切喔 聽到很多客家鄉親 我連散步 晚上散步走在街上 買東西都聽得到有人在講客家話 尤其會講 你會六強 這邊的客家鄉親主要還是來自於桃竹苗 後來尊重 美麗 對 沒錯啦 而且這個花東縱谷喔 客家人還真不少耶 你看一路從吉安吉安是最多啦 吉安啊往下走 鳳林 再來是瑞穗 然後玉璃也很多 再來是富里啊 池上啊 觀山 都以為你還要鄉親 對 而且他們最大的特色是 每到一個聚落 他們的農產品都買得非常好 都非常有特色 像觀山米啊 富里米啊 池上米啊 都是好山好水種出來的 反正最後都會做出自己特色就對了 對 不是只有行銷國內而已 還行銷到日本 來到客家庄 一定要感受一下客家的語言之美 好不好 我們唱一首歌送給大家 哈哈 這是客家人的國歌了 國歌 對對對 那你起個Key吧 不要太高 好 不能比遠賊山還高喔 好 紅山高拐牌 欸你真是要我試嗎 哈哈 你叫我開 我就開高一點啊 開高走低來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以為是股票嗎 哈哈哈哈 好來 你唱你唱我跟你 好 好 好可憐心 沒沒地 雲野雲野 欸 我們來到光復堂場囉 來到光復堂場 一定要來吃它的 冰棒 冰棒 冰鹽的夏日 最需要這個清涼的冰品 哇還是很多遊客有過來啊 不過這裡現在光復堂場裡面是禁止飲食的 然後也是落實實名制 看起來它賣冰的地方是正常的 可以外帶 然後買的人也還好啊 我要吃土鳳梨 芒果跟清冰還有土鳳梨 謝謝啊 謝謝 現在到光復堂場這裡的冰品店呢 它是不能內用 也不能在這裡面吃 要出到園區外面去吃啊 這裡是台塘新完工的展壽中心 裡面賣了很多在地的農產品 有機會可以來逛逛喔 目前整個園區裡面看到 休息的桌椅都撤掉了 這邊的廁所非常乾淨啊 好以上就是 花蓮光復堂場最新近況的報導 哈囉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來到了花蓮的大農大富農場 非常美麗的Logo 進到這裡就有一條非常長的天堂路 每次來大農大富都讓人覺得非常放鬆啊 走吧 很久沒有來大農大富了 那現在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目前大農大富平地森林遊樂區最新的情況 這裏的水車超級乾淨啊 無障礙廁所它是全天候開放的 但是一般廁所呢它已經加了鎖頭了 看到沒有 還有衛生紙真是五星級廁所 大農大富入園免費 而且呢水測乾淨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看起來園區也是開放的 不過現在沒有花海 但是來到這裡還是讓人身心放鬆 今天下午在大農大富農場 森林邊 來杯清涼的檸檬汁吧 駕駛說一定要把它倒出來才有氣氛 喝起來才有FU啊 因為實在是太熱了 我們只能停在樹蔭下吹冷氣 所以電是存不起來的 等一下呢我們就靠行車發電吧 我們準備繼續往下一站出發 走吧 現在我們特別繞進來帶大家看一下 秀孤蘭西的遊客中心 這裡有一個瑞穗露營區 有耶有人錄 對齁它有開 它旁邊就可以停車耶我覺得不錯 這是宇棚區是一千元 價值一千二 烤肉區清潔費五百元 這個瑞穗露營區它的露營車怎麼收呢 如果只是車薄的話是六百元 但是充電要加三百五十元 它就是在秀孤蘭西遊客中心正旁邊 這是它的棧板區 那邊是有頂的 有雨棚區 這邊有一個水測點 那邊還有一個水測點 聽得到聰明鳥叫 然後陣陣的微風吹來 不能說是涼風 是微風吹來 算舒服 可能找個 樹蔭下的棧板會比較好一點 像這一個有棚的 棧板區 它旁邊有停車格 會比較適合露營車 這個大榮樹下的停車格 一定非常涼爽 看起來這邊的水測是沒有開放 還有束帶把它綁住了 這一邊的棧板區可以看到一大片田園風光 哇 真舒服 視野超級好 有烤肉架 料理台 水槽 桌椅 一應俱全 算非常方便 營區大概就是這樣 它有一個環狀的道路 然後棧板都在兩側 大部分的棧板 它都有雨棚 可能是因為這邊天氣的關係 夏天實在是比較熱一點 太陽非常熱情 這邊的水車應該是有開的 我們來參觀一下它的浴室 前面還有無障礙的廁所 所以它有兩座浴廁 然後另外再加行動室的無障礙廁所 好 那今天瑞穗露營區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我們往下一站 接下來我帶大家去看這邊 有一個瑞穗的急鎮牧場 這裡後面都封掉了 這個是瑞穗遊客中心 遊客中心 後面都封掉了 連水側點 看起來 後面不能進入 它可能是要單一入口 我們下去走走 在疫情期間 他們的廁所是暫停使用的 這是我看過最大的吊扇了 這邊很方便 它進來之後呢 有用餐區 然後這裡的景非常漂亮 看到沒有 哇 戶外露台 超美 室內的水車不開放 它室外的廁所是可以使用的 這個牧場除了可以用餐之外 後面還有可愛動物區 可以來這邊走一走 它頭髮太長了啦 這匹可愛的馬 看起來好像是觀光馬 為什麼呢 因為 從它的馬的身上 看得出那個 馬安安裝過的痕跡 有沒有 你特寫一下 是嗎 你是不是被騎過了 很乖乖的 很乖乖的 因為它是空的啦 你騎過別人啊 木草 我要吃木草 請給我木草 我餓很久了 哥哥 你們從哪裡來呀 我要吃木草 我餓很久了 既然沒有木草 我就甜甜你身上的鹽巴 沖雞吧 我肚子也好餓 看看能不能咬下一塊肉 哇 全部羊都跑出來了 不要吃那麼多 不要扭一口給隔壁的吃 你看 你腳好硬喔 你的腳好硬喔 這隻羊在打摩斯密碼 他準備了越獄計畫 摸一下摸一下 摸一下 哎呦 摸一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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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樣子啊 你看 外面還有體能區 攀爬區 可以讓小孩子放風 好啦 宜正牧場 大概適合停留半天左右 如果要用餐的話也可以來這裡 希望我的介紹對各位有幫助 有空來走一走吧 這邊有賣鮮奶冰淇淋 還有冷凍的鮮奶饅頭 如果要吃熱的饅頭要到二樓 到車上吃吧 在這邊消費他可以刷卡 算很方便啦 我們最後買了在地的鮮乳 冰鮮乳 還有鮮奶冰淇淋 這一瓶是55元 它的鮮乳不會有燒味 蠻好喝的 而且很純 不錯 我們繼續往南 現在我們要去找 懷念中的滋味 玉林臭豆腐 各位旅客 玉林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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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三點開始嗎 而且今天又不是假日 我們在實際的晉司堂 前面有找到停車場 它玉林臭豆腐呢 大概是200公尺左右的距離 因為這裡非常熱 所以在等臭豆腐的朋友 很多都是引擎發動的 那我們今天就熄火 吹渡水冷氣 順便從太陽能收一點電回來 看到沒有 整排車都是路邊發動引擎吃臭豆腐 不然就是在等臭豆腐 目前他們是完全不開放內用 所以全部都是外帶 這路邊並排停車非常嚴重 然後大家排隊的人 還有用餐的人 都是啟動引擎在路邊 等待或者用餐的 下午3點開始營業 現在是3點40分 已經排隊號碼來到了40號左右了 各位觀眾 終於 副駕駛已經取餐完成了 講一下現場排隊的情況 非常熱鬧 我排到整盛大汗 排得快一個小時了 主要是它的號碼 排隊到幾號 取餐號碼根本看不到 然後那邊又西曬 站在門前等太熱 你站在對面 都看不到 看不到 對 副駕駛就來回跑 結果弄得滿身大汗 這個是我們的午晚餐 因為下午的時候太熱 吃不下 現在又太餓了 點太多 因為我們一定點了一份大份的 真的好吃 不過現在因為不能內用 實際這個進食堂對面停車場 也有很多朋友是停著 但是它的引擎是啟動中 只有我們的車子 是透過太陽冷 加注射冷氣 在這邊用餐的 你覺得吃起來 跟星巴克或貴屋那邊的 分店的口感有差嗎 因為我已經忘記那邊的味道了 可能下一次回去再吃一次 那過幾天回程再去吃 回程吃的時候 又忘記這邊的味道了 永遠都在吃兔豆腐 各位覺得如何呢 花蓮市星巴克或貴屋那邊的 玉里喬頭臭豆腐 跟我們玉里鎮的玉里喬頭臭豆腐 哪一種比較好吃 你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總店好吃加1 好… 那副駕駛幫忙排隊的加2 No 玉里喬頭臭豆腐為什麼會這麼好吃 這麼有名呢 各位光從這個表面看起來 它的菜喔 分量非常充足 再來它的臭豆腐 是經過小中大 三種火力去油炸過的 好…最後是它的泡菜 除了分量夠吃的話 它還加了客家元素 就是九層塔 好…所以 優娘叫時常講 不怕沒生意 只怕沒創意 像這種有創意的料理 是不愁沒客人的 吃完玉里臭豆腐 我們就要前往今天晚上的駁點了 我們準備駁在羅山那邊 我們去看一下吧 這位觀眾 現在我們來到了羅山休憩區 非常美麗的一個地方 這就是我們今天晚上的駁點 現在已經是傍晚五點多了 所以我們不準備到露營區 我們先駁在這裡 然後明天再進羅山營區去 為各位介紹羅山營區最新的狀況 看起來這裡有個水龍頭 而且是正常光水的 它的廁所是從遊客中心旁邊的路進去 這裡 這裡也有垃圾處理點 晚上羅山這一邊 蠻涼的耶 經過這幾天的經驗呢 我覺得在花冬暑假不是不能來 雖然天氣非常熱 但是早上最好是安排 早一點 太陽還沒出來之前可以去走步道 那太陽出來之後 要安排室內行程 或者就是趕路開車 在車上反正本來就有冷氣 是沒有影響的 四點之後 整個氣溫降下來 在花冬這邊走起來是蠻舒服的 一個涼風吹過來 哇真的是很棒 走在鄉間小路或是步道上 感覺真的是通體舒暢 看起來這裡的水測點夜間下班時段是關閉的 所以如果要泊在這邊的朋友 要自備水測 或者呢就到旁邊的羅山露營區 那是最方便的 在羅山遊客中心 涼風虛大的夜晚 又到了跟各位說晚安的時候了 今天呢 因為隔壁有車友 我們就 車播沒有最好 只有最適合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 請記得按下訂閱加分享 讓更多好朋友知道 我是優良駕駛 祝福各位 加其愉快 晚安 拜拜